她老公开了一个公司 但是公司的经营者是她 所以她又沉迷于地下期货 所以她就向这个地下钱庄的 无姓的业者 就借了3300万元 然后去玩她的地下期货 可是因为她还不出来 所以她就跟这个无姓男子共谋 两个人就以 这个公司可以节税的六个字 告诉她不适自的婆婆 就是说把她 把这个转到公司的名下 但事实上她不是转到 他们自己公司的名下 她是转给了这个无姓的业者 因为她还钱 然后那无姓业者就跟银行 两栋房子价值3000万 是贷出来了2120万元 可是这个婆婆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无姓的业者 她本身没有去还这个贷款 她又欠她自己伯父的钱 所以就这两个房子 就被银行法拍了 对 就是因为法拍之后 这个婆婆才知道说 我现在住的房子没了 是不是一块大体土地 那个叫重画规画 那不得了了 化成住宅区还是商业 二十年下来 那块差不多十几億 妹妹这个市值 他其实也稍微小一点 但是有一两亿 但是问题已经到都没了 那当然哥哥要卖这块土地的时候 有跟他们通知 因为土地都过人了 我通知一下 通知一下妹妹当然要钱 对啊 不然你也要他现在我的市值 你向我 哥哥不要 当初你才卖四千多万 我现在顶多五千多万给你 我一千万的利息给你嘛 那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大家合理嘛 结果妹妹当然不愿意啊 对啊 因为我们不去啊 结果后来有去收购 到法院去告 因为告两个 这个兄妹就已经会闹得不愉快 结果一告呢 告输 妹妹告输 因为当初他卖这个土地的时候 是卖掉的时候 去缴这个遗产税 他并没有说明这个土地 是卖了去缴遗产税 是用妹妹的名字把它卖掉 但是缴了遗产税 没有人知道 没有说 嘴说而已 嘴说 都没证明 都没证明 所以 所以呢 哥哥就 他也要给他了 但那个要给他五千多万 又是什么 良心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 你自己不动产 你要移转出去 我建议你 如果你没有要公证 你最好是找自己的代书 因为其实很多 我们讲处理过很多案件 所有的诈骗的集团 他所有的断点 就断在代书 他就断在代书 为什么 因为代书都不知情 代书说 我是受当事的委任 我只是帮你代办而已 一推三不知 他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他去告的时候 其实代书都是不起诉 然后代书通常 代书通常会怎么样 他会伴随着 他会找一个金主 比如说很多诈骗集团的时候 譬如说我建议房子抵押 抵押要借钱 他通常委托代书 就会马上帮他找一个金主来 就借钱给受害者 然后代书就顺便在帮忙赚 这个移转的费用 代书的费用 所以代书其实赚两次 有时候代书其实赚两次 所以代书有时候其实 我们不再批评代书 只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看过太多案例了 代书有时候 代书自己的职业道德操守 我们还是希望 他可以要求高一点 表示说他个性方面很怪异 喜怒无常 然后跟父母相处一定有问题 就相争 吵架 就刚刚讲会抢遗产 夺遗产 会骗 这些都是属于眉毛去观察 比较多